Hello,大家好,我是Lulu 今天我们来分享Hero,也就是凝转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五步演示 侧步 前步 前步 凝转 后步 回到原始位置 请注意,我们的胳膊肘不能往下塌 它要抬起来,打开 肩膀不能往上耸 要自然地下垂 好,我们侧步打开 打开之后呢,不要直接往前 我们要上半身寻找五半 就是对着五半的方向 然后呢 这一步是一个很关键的步子 一定要先往前 再凝转 再走后部 回到原始位置 我们再来看一遍 这个地方它是往前 往前 然后两个脚一起凝转 带动身体凝转之后 再走后部 回到原始位置 另一种凝转方式呢 就是前步 凝转 特步 再凝转 后部 那么这两种技巧差别在哪呢 第一种它只包含了一个凝转 就是在第三步的时候 并且这个凝转 并且这个凝转它是由两个脚一起进行的 所以它可以更好的保持身体的平衡 对于初学者来说 这个技巧会非常的实用 第二种呢 它包含了两个凝转 发生在第二步 以及第三步 并且它的凝转 都是由单只脚进行的 所以它更容易失去平衡 这个相对来说 难度会更高